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在东汉有一个孩子才九岁 他叫黄湘 因为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他跟父亲相依为命 父亲的身体又不是很好 所以冬天的时候他怕父亲太冷了 所以他都先钻到被窝里 把棉被先弄暖和了 才叫他的父亲上床睡觉 夏天天气太热 他就先拿着扇子 床三两 再请父亲上床睡觉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黄湘面面在观察父母的需要 相信黄湘是不是只有做冬温夏境 当他有时时去关怀父母的心 相信父母的整个生活起居 他都会尽心尽力去付出 从这个冬温夏境 我们就体会到 他是能时时看到父母的需要 父母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我们常常去关怀 身体 我们把它归纳一下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这个志还可以当心愿 养父母之身 所以生活起居 食衣住行 都应该去关怀 东则温夏则静 他对峙的是一个人的 没有责任心 他假如连父母都不放在心上 他的责任心从哪里来 他的责任心从对父母的孝心 从对父母的关怀 孝心起来 设身处地的心起来 细腻 谨慎的心 都从这个冬温夏境的心境当中提升起来 而那一个替人设想 服务人的敏感度 就是各个行业成败的关键 每一个行业都是服务社会 服务人群 这是他的目的 而你要服务人 那一定是能感同身受体恤 你才能服务到位 中国古人 成婚定性 这是你的开端 早晨起来 一定要向父母请安 晚上睡觉 做子女的 一定先伺候父母 睡了 自己才去睡 不能少 家庭的礼貌 是家庭幸福的根源 如果认为这个很琐碎 这个没有必要了 天天活比这么客气的 你的家庭 麻烦慢慢就来了 中国五千年来 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实在讲 什么原因 家的贡献 他每一家都把自己的子弟 小孩都找 他有礼貌啊 地质规就是家庭 家规呀 从小就业学 到老也不能离开呀 自己八十岁了 父亲一百多岁还在 还是要成婚定性呢 还是父母忽一忽还呢 就是是这样的 做个样子 底下一代一代 相传 你看看老人都是这个 自自然然形成规矩 这一点都不乱 你决定不能去 决定不能帅 这才是个新欧望的样子啊 不能说天天见面 麻糊一点算了 不可以 规规矩去 在中国古时候 儿女对父母成婚定型 你天天要做 不能说每天 这个长远就可以 省掉一点 不可以 省掉之后 这个家就要败了 那我说规矩废弛了 这个家要甩了 要败了 必须很认真地去做 所以互相尊重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助互足 有团体 我心功近 外头没表现 不行啊 表里如意 这功近不能缺少 成婚定型 这个礼节不能费 不要认为这是小四 小四有大道理在啊 小四废了 倒就没有了 社会就乱了 人心就堕落了 什么方式 维系者永远不会坠落的 就是小小礼节 同辈分 长辈的 晚辈的 都有啊 都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怎样能 侯母相处 没有真知 如何来维持这个家族 长远的侯母 就要落实弟子规 每个人都要落实 那就没话说了 所以这个家庭侯母 依然想那个重要 人人都要遵守 中国的教育 从那里也能看出来 小孩出生下来 大概两三天 就要教他了 他会看 会听呢 他就在学习了 所以父母 把弟子规做出来 他要不做出来 这个家不能干净 那是家里面的规矩 家规 除了这个之外 有家训 家训 我们现在 在家谱里面都看到 规矩是共同的 弟子 他会看计 这儿 过去的那里 不做啊 这儿 有一点 只能听你 在家里面都跟上 一分手 一分手 消它 时段情绪仍是少 夜长几经刀心悄